为什么这些西方人都不到中国来流 我这回跟我太太去颐和园 就是放假 我们两个背个背包 大姐小小都去赚了一圈 我们大概估计了一下有八到十万人 结果我们只看到一对 一对夫妻是外国人 十万人 只有一对夫妻是外国人 而且我们问了一下 她是来自俄罗斯 她不是西方国家 后来我在网上一搜 我说 为什么这些西方人都不到中国来流 后来网上讲了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中国签证太麻烦 第二个主要的原因是 觉得在中国太不方便了 现在是全中国人民都方便了 就是外国人民都方便了 以前没有这个感觉 现在为什么不方便 因为它必须要用支付宝 或者是微信支付 而且这个微信支付 他们那个游客 它是没有办法去银行 去核实的 它要身份证认证 举个例子 骑这个小房车 怎么样刷就不行 他上面说不论不着 他一定要中国商店 他不可能一天到晚带点陷阱 那你像美国人在这里的旅游 俄罗斯人的旅游 我怎么使你呢 我还到银行里面 跟你纠结半天 所以要把身上带点现金 太不方便了吧 中国的支付宝和微信支付这么方便 到美国他们就 为什么不用这个东西 我能够想到两个原因 第一个 它用信用卡 它是一个月以后才付涨的 就是我现在付的钱 是一个月之内免息的 一个月以后才付 第二个 我这有所有的记录 如果我觉得你这个商店是骗人的 我买的东西是骗人的 我马上跟信用卡公司说 我拒付 信用卡公司一定会帮我拒付 我这个钱是可以要回来的 所以你看这个也不行 刷卡也不行 所以在中国他没有办法支付